大家好 我是看澳房的坑哥 那今天呢 坑哥是在澳洲最早的发源地 悉尼的岩石区 那在这个颇具历史意义的街区呢 你不仅能享受到最舒适惬意的咖啡厅 澳洲最古老的酒吧 享受这里的历史厚重感 同时呢 你还能看到这边最壮丽的景色 悉尼的歌剧院和悉尼海港大桥 那今天呢 坑哥带大家看一个作用 整个悉尼海港景色的顶级豪宅 三房两厅3.5位 总面积388平米 位于The Rocks最佳位置的 Heriton Collection我们到了 我们继续走起 那走进我们大堂呢 首先你能看到这么一个宽敞明亮的前台 那在这里呢 有一个前台小姐姐也会从早上的8点钟 一直到下午的6点钟提供我们周到式的管家服务 不管是平常你收发个快递 或者是你想预约会锁 我们都能轻松给你解决 扫清你生活中所有繁琐的烦恼 出了电梯 到了七层 走廊的正面 让你进家门就能感受到家的高级感 一进门呢 就是我们的玄关位置 这个玄关呢 正好把洞进两区分开了 那接下来坑哥呢 先带大家看一下整个全屋最大的亮点 我们先去洞区看一看 客餐厨的这么一个一体的空间 拥有两面的落地大窗 你同时可以看到悉尼海港大校和悉尼各级院 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海港景色 尽收眼底 坑哥在这里不禁感叹到 这应该就是南半球的外滩和维多利亚港了吧 坑哥呢 一直享有一个这么大的沙发 因为呢 不管你是朋友聚会还是家人团聚 都能融得下 而且你不管坐在任何一个位置 你都可以欣赏到 这样世界级别的景色 来到厨房 坑哥可以说 这个厨房配置 是迄今为止 坑哥在澳洲公寓里面见过最顶级配置的厨房了 大理石的台面内嵌的锡碗池都是好歹的标配 而且连导台都有独特的折线设计 洗碗机选用的是来自储具界的LV 德国米诺最高档的自锡式洗碗机 来自顶级品牌 Sub-Zero的嵌入式冰箱 冻柜 酒柜 从外观设计上让厨房整体协调一致 此外呢 整个厨房我们是配备了一个五头的卤灶 包括我们的蒸机烤箱餐盘的熨热机 都是顶级的品牌WUF WUF这个品牌啊 成立于1934年 它的诞生其实就是对于这种储具的顶级追求 那于2000年的时候Sub-Zero和WUF两个品牌合并 一起成为了豪柴厨房的办法 如果说美诺是储具界的LV 说他们是储具界的爱马仕 一点都无为我 这么一套下来 妥妥的一辆特斯拉就摆在你家的厨房做展览 那从我们的主厨房呢 可以直接走进我们的小厨房 这个小厨房啊 开发商很暖心 给我们配备了一个ZIP的暖热直引水 让你的保温杯里面随时可以泡过去 而且与此同时啊 你能发现这个小厨房里面有超多这样的柜子啊 柜门啊 你像这里面就可以放一些面包机 破壁机 锅碗瓢盆 你再也不用担心你家的厨房空间不够了 那穿过我们的用餐区呢 就来到了我们整个房间的第二个厅 这个厅啊 坑哥可以说是一点都不小 那如果你是年轻的夫妻 这里完全是可以打造成自己的家庭女院 书房或者是休息空间 那如果是有小孩的家庭呢 这里玩饭圈圈就可以当成小孩的游乐室了 最重要的是 在这里你同样是可以欣赏到整个悉尼歌剧院 还有海杆的景色 顺着小厅的走廊回到玄关 我们再去静区看看舒适的卧室 静区有一个主卧 两个次卧和三个洗手间组成 每个卧室都是桃房 都是主卧 而桃花深处就是真正的主卧了 那一进主卧呢 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梳妆台 这个梳妆台男女主人照着镜子 都感觉到自己的精气神 不同块钱 主卧的超大空间 可以摆下Ting Size 大床的同时还能放下休息 阅读座椅 主卧里还为女主人准备了超大的衣帽间 除了强大的储物功能以外 更强调了其艺术性 全屋大理石的主卧洗手间 配备了双台灯 让男女主人都可以同时洗漱 干湿分离的淋浴和freestanding的浴缸 也是豪宅的标配 虽然呢屏幕前的你感受不到 但坑哥可以告诉大家 现在我的脚下呢是非常的火热 因为整个浴室呢 全都是配备了Float Heating 让冬天木完玉的你也丝毫感觉不到任何能量 毛巾架都是有价格功能的 温暖的毛巾和温暖的地板 可以同时呵护着你 打开我们主卧的门呢 这边是可以直通我们这个大阳台 这也是这个房子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因为另外的两个房间 我们也是同样可以通这个阳台 而且你还可以欣赏这边悉尼歌剧院的景色 海港大桥的景色 接下来我们走到底去看一看 来到这个大阳台 我们舒展一下筋骨 有些时候啊 也可以放空一下 思考自己不一样的人生 好了 今天的豪宅大家看完了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 给坑哥的感觉呢 高端大气上档次这种陈词烂调呢 就不用说了 其实给我最大的冲击力 是这种豪宅的生活方式 在The Rocks 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 而且还是英国女皇的属地 拥有自己这样的一片天地 不仅是给自己的一种人生奖励 而且呢 还是自己最成功的一种诠释 我相信住在Harrotin Collection这边的住户 肯定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凡的奋斗时 虽然坑哥现在买不起这样的房子 但也会被这种气氛感染到 给自己更大的激励去实现成功 希望现在看坑哥讲奥房的小伙伴们 对 就是屏幕前的你 大家一起激励 努力生活 努力工作 因为有一天 我相信大家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 去诠释自己的成功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 所有的内容 希望大家点赞 关注 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